大家好,这里是BoboChinese 今天我们讲解HSK五级阅读部分 男孩很小就失去了母亲 男孩我们的主人公 很小,很小就是小时候 就失去了母亲,就嬷嬷了 是连在一起用的 已经的意思,已经嬷嬷了 已经嬷嬷了的意思 母亲 失去了母亲 失去母亲是没有妈妈的意思 没有妈妈的意思 孩子很小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妈妈 父亲一天做着几份工 来维持两人的生活 父亲爸爸一天一整天 做着几份工作 做工 离合词连在一起用的 做工就是打工的意思 工作的意思 但是做工一般是指辛苦 很辛苦的工作 劳动力很重 这样的工作我们叫做工 做着几份工 这个分是量词 一份工作 两份工作 三份工作 我们普通 普通这个一般一个人 只会有一份工作 但是有能力的人 可以有两三份工作 做着几份工 来维持两人的生活 维持生活 这四个字 连在一起用 维持是动词保持的意思 维持生活 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是通过什么工作 继续生活的意思 比如说 老师是教汉语 来维持生活 你们有的人是 在公司工作 维持生活 对吧 来是通过的意思 通过什么 来维持生活 维持两人的生活 爸爸就是一天 做着很多个小的工作 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所以他的脾气 变得很不好 脾气不好 脾气就是性格的意思 这个人常常生气 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如果这个人 每天都很高兴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不生气 这个就脾气很好 变得很不好 变得程度不愈 变得程度不愈 那就是说明爸爸 以前脾气是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 打着好多 好多份工 做着很多份工作 所以脾气变得很不好 有一个变化 每天父亲四点下班 回家后 总要睡上三个小时 爸爸是几点下班 四点下班 回家后 总要总是常常 比常常程度更深的 一个程度复词 基本上90% 90%以上会发生的事情 就总 要睡上三个小时 要磨磨上几个小时 要动词上几个小时 这个语法 经常用啊 就是这个动作 需要持续多长时间 比如说 要睡上三个小时 就需要睡觉三个小时的意思 睡三个小时的觉 那么我们一般呢 这个在中午12点到1点呢 要休息上一个小时 那么像比如说 你每天要学习十分钟的汉语 你可以用这个语法 要学上十分钟汉语 这样用就可以了 就是爸爸下班以后呢 每天要睡上三个小时 睡三个小时 再赶去上八点的晚班 再是然后的意思 然后赶 赶是动词哈 赶是什么意思呢 时间很紧 没有时间 所以快速的做某件事情 我们叫赶 比如说赶公车 赶飞机 因为飞机和公车 不会等你 他时间到了就走 所以你没有时间了 你得赶快跑去 坐公共汽车 这种动作我们叫赶 然后爸爸也是这样的 睡了觉以后呢 要赶去上八点的晚班 赶去就是快速的跑着 很着急的 上八点的晚班 上班 上晚班 晚上上班 我们叫上晚班 早上上班 我们叫上早班 所以这八点是早上的八点 还是晚上的八点 当然是晚上的八点 再赶去上八点的晚班 一般在工厂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 儿子总是很乖 乖是什么意思啊 乖就是听话 很善良 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个叫乖 一般用在孩子身上 孩子很乖 或者是宠物 小狗小猫 很听主人的话 我们就说 小狗很乖 小猫很乖 放学后会直接回家 放学就是下课的意思 下课以后 会直接回家 直接复词 不做别的事情 只做一件事情 马上做这件事情 不做别的 只做这件事情 我们叫直接 就是下课以后呢 不去别的地方 马上回家 是这个意思 从不在外面玩耍 从不 从以前到现在 不做什么事情 我们叫从不 从的后面 一般接的是否定词 从没从不都可以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们叫从不 比如说 我从不吸烟 我从不喝酒 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在外面玩耍 玩耍的意思就是玩 一样的 玩耍就是玩的意思 玩也可以 两个发音 玩玩都可以 在父亲回家之前 在嬷嬷之前 连在一起用 在嬷嬷之前 就在这个事情 发生的前边 在这个事情 发生的前面 在父亲回家 回来之前 儿子已经在家 开始学习了 已经嬷嬷了 连在一起用 连在一起用的 已经在家开始学习了 就是爸爸回家 之前爸爸还没有回家的时候 儿子已经在家里面学习了 天气很冷 那天天很冷 天冷 就天气很冷 父亲推开门 发现儿子 居然不在家 爸爸 推开门 推开门 就是打开门的意思 打开门 发现 发现是 中国人经常用的一个动词 这里的意思是指看到 察觉 发觉的意思 看到 儿子居然不在家 居然 父子 居然是父子 这个居然的意思就是说 没想到 没在自己的 预料之中 没在自己的预想范围 我们都说居然 比如说 这个人不努力 居然通过了考试 就是没想到啊 我每天 努力的运动 居然 还很胖 是这样子用的 不在家 就是爸爸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儿子 不在家 居然的话 就是很吃惊了 爸爸 没想到 累极了的父亲 生气的响 累极了 累极了 这个嬷嬷极了 非常的意思 累极了 就是非常累的意思 极了也是程度复词 前面可以接形容词 比如说高兴极了 跪极了 都可以 就是非常高兴 非常累的意思 累极了的父亲 生气的响 生气了 响 等他回来 一定狠狠的揍他一顿 等孩子回来 一定 一定就是百分之百 不会出意外 狠狠的 狠狠是什么 用力的意思 非常残忍 很用力 不会可怜他的 揍他一顿 揍谁一顿 连在一起用 揍就是打的意思 A揍B A打B 妈妈揍我 妈妈打我 一样的 揍他一顿 量词 一定就是肯定 用力的打孩子 于是倒头睡去 于是是连接词 在这连接上下文的 可以理解为 所以或者是 然后 倒头睡去 倒头睡 倒头睡这三个字呢 经常连在一起用 倒就是倒下 躺下的意思 头就是我们的头了 睡 就一个描写的动作 就马上就躺下 就睡了 七点闹铃 想过 闹铃是什么 我们手机里面都会有 闹铃的声音 每天早上 七点或者是六点的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老师的是这个声音 或者是 手机来电 就是这个声音 这个就叫闹铃 想过 想过 想是动词 声音 发出声音的意思 我们人说话 这个声音 发出声音 我们叫说 对吧 说话 说 但是动 东西 物品 发出声音 我们叫想 七点闹铃 想过 就已经想过了 儿子还没有回来 孩子现在还没有回来 父亲觉得 明天一定要收拾他 爸爸觉得 明天一定 刚才说了 百分之百 不会出意外 要收拾他 收拾 在这有两个意思 收拾呢 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是指打扫 整理的意思 对吧 收拾房间 打扫房间 整理房间 是一样的 这个收拾 后面接 场所词的时候呢 收拾就是打扫 整理的意思 但是后面接人的话 这个收拾就是打 教育的意思 一定要打孩子 一定要教育孩子的意思 A收拾B 爸爸收拾孩子 就爸爸教育孩子 爸爸打孩子的意思 当他推门而出 推门而出 推门而入 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用的 推门 就打开门而出 然后出去的时候 当呢 嬷嬷的时候 当他推门而出 他打开门出去的时候 发现儿子坐在 昏暗冰冷的楼梯上 发现 发现 刚才说了 看到的意思 看到 儿子坐在 磨磨上 这是连在一起用的 坐在沙发上 坐在楼梯上 坐在椅子上 坐在桌子上 坐在地上 昏暗 昏暗是什么意思 昏暗是光线很差 照明很差 很昏暗 看不清楚 这个叫昏暗 一般 晚上 这个没有太阳的时候 我们街上 或者路上 都很昏暗 冰冷 冰冷是什么 没有温度的 很冷的 楼梯 楼梯是什么 名词 我们每天都要坐电梯 从一楼到五楼 我们就坐电梯 一楼到二楼 我们就什么 走楼梯 一楼到二楼 走楼梯 一楼到三楼 也是走楼梯 不停哈起来 温暖 已经动得通红的小手 不停 一直的意思 一直 哈起 哈起是动词 冬天的时候 做的一个动作 从嘴巴里面 跑出这个温暖的气体 这个叫哈起 只有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才会哈起 夏天的时候 我们不会哈起 来是通过的意思 温暖 温暖 温暖可以是形容词 也是动词 在这就是动词 在这就是动词 哈起来温暖 已经动得通红的小手 动 动词 从水变成冰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我们叫动 冰箱 这个制动系统 对吧 冷冻系统 这个就是动哈 动的 这是 程度 程度 补语哈 动的通红的小手 通红 一般我们指的是 皮肤 皮肤的颜色变红了 我们会说通红 一般我们会撒谎 紧张 或者天气冷 或者发烧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就会通红 对吧 这个通红的小手 小手就是孩子的手 不停哈起来温暖 已经动得通红的小手 就一直 哈 哈 做这个动作 把自己这个已经冷的 非常冷的很红的这个手 把它温暖起来 是这个意思 就不停的哈起来温暖 已经很冷的小手 你怎么不回家 怎么在这儿 是为什么的意思哈 你为什么不回家 爸爸有些吃惊 吃惊就是惊讶 不理解 不理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吃惊 对不起爸爸 我没有带钥匙 没带钥匙 钥匙是什么 开门的时候 钥匙 对吧 开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 但是现在 大家都用密码锁都没有钥匙了哈 没带钥匙 就孩子没有钥匙 你不会敲门吗 敲门 连在一起用的哈 敲门是什么意思 敲这个动作哈 只要发出声音 敲 敲后面可以换其他的名词 比如说敲桌子 哎 敲键盘 这个就是敲键盘 对吧 只要是用手发出声音 我们都会说敲 敲门吗 你不会敲门吗 书都念到哪里去了 嗯 念书哈 离合词 念和书是连在一起用的 就是读书的意思 读书 学习的意思 念书 读书 根据语法 所以就把这个念换到后面了 都念到哪里去了 哪里 书都念到哪里去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聪明 你怎么不聪明 你怎么这么笨 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学习了吗 为什么你这么笨 为什么不聪明 是这个意思 爸爸的嗓门开始提高 嗓门 嗓门是什么 嗓子疼 这个嗓子 就是我们说话 我们说话一定是用嗓子说话的 没有嗓子的话 我们会没有声音 感冒的时候 我们嗓子疼 就是散门 嗓门开始提高 提高嗓门 提高嗓门 连在一起用的 就是说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提高嗓门 所以重要的事情 说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般要提高嗓门 父亲的嗓门开始提高 父亲的声音变得很大 您每天都只睡一会儿 只 不多 很少的意思 只睡一会儿 一会儿的时间是很短的意思 就是睡的时间很短 我不想打扰您休息 打扰是妨碍的意思 给别人添麻烦 就叫打扰 A打扰B干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学习 外面很吵 外面打扰了我学习 可以这样说 我想等您出门的时候 再出去 等 在 连在一起用的 等后面接动词 在的后面也接动词 就这个动作实现了之后 然后做这个动作 等您出门的时候 就是你出去了以后 再进去 我再进来 等和在 等后面接动词 在的后面也接动词 比如说我们 等18岁以后再喝酒 等18岁以后再喝酒 就18岁 到了18岁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喝酒 是这个意思 好 到这儿呢 整篇文章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父亲的脾气 为什么不好 爸爸性格为什么不好 A 因为爸爸很劳累 劳累 就是很累 很辛苦的意思 B 因为儿子不听话 不听话是什么意思 不听话就是 不乖的意思 C 因为父亲没有工作 这个文章的开始 就已经说了 爸爸有好几份工作 对吧 一天打几份工 因为儿子不学习 这个文章里面 不是这么说的 对吧 文章里面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 爸爸是因为什么脾气不好的 脾气变得不好 父亲一天做这几份工 来维持两人的生活 所以他脾气变得不好 是因为什么 劳累 这才是正确答案 因为劳累 父亲变得不好 这不听话不是 你看在这儿已经说了 孩子很乖 儿子总是很乖 很乖就是很听话的意思 对吧 而且下班以后就回家学习 就开始学 所以正确答案是A 72 父亲为什么想打儿子 爸爸为什么要打儿子 A 因为儿子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是什么 学习不好的意思 学习不好 B 因为儿子不在家 不在家 B 因为儿子不睡觉 B 因为儿子说谎 说谎是什么意思 说假话的意思 不说真话 明白了吧 就是说谎 正确答案是什么 B 为什么 爸爸怎么说的 父亲推开开门 发现儿子居然不在家 而且七点钟了 儿子还没有回来 儿子还没有回来 所以爸爸想揍孩子 想打孩子 好 正确答案是B 七十三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通过这篇文章呢 我们能知道什么 A 儿子非常爱父亲 B 这个父亲不合格 不合格是什么意思 很差的意思 不好 是这个意思 父亲 这个父亲很差 不好 儿子做错事情了 做错 不对的意思 不对 儿子做错事情了 就是儿子有失误 儿子做的不对 D 儿子感冒了 没有说他感冒 正确答案是什么 A 因为儿子什么 儿子怎么回答的 我不想打扰您休息 不想妨碍您休息 我想等您出门的时候 再进去 外面很冷 但是孩子也不敲门 一直在外面等 等他爸爸醒了以后 他才进去 因为他不想打扰爸爸休息 好的 这就是今天学习的HSK五集的阅读理解 你理解了吗 再见